他出身秘密是中國 今年二十四歲 身高不成四吋 體重一百零五座 星座是天堅座 在大學的時候 他是主修國際關係、金融、經濟 現在他的職業 就是一位戰略投資公民 他也是能夠講英文、廣東話、國語、法文、日文和常海話 在大學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有請二號Sarena 郭凱婷 他今年二十三歲 身高五尺四 體重一百一十六磅 提醒大家 其實經過近期的訓練 他們每個都受了 所以其實沒有一百十六個 星座是獅子座 非常專一 而他在大學所收到的是 新聞系 他現在的職業是媒體關係 和社交媒體的事業 他可以說流利的英文和廣東話 他很漂亮 在大學上 完全的 能力 一方面 你們的慣節 他已經很高 獲得 擲得 他已經很高 她的星座是相遇了 而她在大學的時候 她是修讀護士 現在也是一位註冊的護士來的 她有講流利的英文和廣東話 身高5尺5 體重117磅 新作是摩羯作 她在大學的時候 修讀數學和商業 她現在的職業是 房地產談判代表 她能說流利的英語 還有國語 在左邊 她的出身地點在中國 今年25歲 身高5呎9吋 體重127磅 她的星座是田傑座 她在大學的時候是 她的主修商業管理 是一位金融顧問 她能夠說流利的英文和國語 她的主修商業管理 她的主修商業管理 銀行業務助理 她可以說流利的英文 廣東話 普通話國語 已進入泛文 請問她 Anna出身於中國 方名25歲 身高5呎6吋 體重115磅 精作是金創座 而她在大學的時候 分別是主修商業 金融和經濟 是一位業務發展經理 也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廣東話和國語 是個好多的大學 都在大學 發展經理 最好的大學 價值東話和國語 以二十六歲 他身高五尺五 體重一百二十磅 他的星座是巨蟹座 在大學修做的專業是音樂和法文教育 他現在的職業是音樂和法文老師 他可以講流利的英文 廣東話和法文 而第一套服裝的獎為佳麗 就是九號的Angela李宜靜 Angela出身於中國 方黎二十三歲 身高五尺四吋 體重九十二磅 星座是獅子座 而他在大學的時候收到藝術歷史和傳媒 現在是一位市場和活動口袖員 他來講一口的英語 粵語 國語和法文 現在是五二十磅 他來講一位是二十磅 他去了各一個名字 他這個人有很多一個名字 在大學中的名字 他現在已經到達尋了 他真的到達尋了 他現在到達尋了 他不是成功的 他要做善呢 說了 他現在到達尋了 高峰琴 爵士舞 鋼琴 鍾鍋雀起 懸疑舞的Serena 她喜歡看體育賽事和 還喜歡音樂的KPAC 欣賞藝術作品 遇到唱歌和書法 三號的Ida 她是喜歡煮東西吃 行山 鍛鍊 唱歌 旅遊 攝影和瑜伽 你好 我不是個歌 否則她有踏碰 嘣 獅子 但是我真的以為一位 Vadressa最興趣的是踩單車、慢跑、造次員者和打排球 至於5號的小魚,她平時的愛好是滑雪、登山和去旅行 6號的Jolie,她平時就喜歡唱歌、做運動、女孩和照顧 接著我們出場的是有7號佳麗Anna、田雪淳、8號Jessica、梁海恩、9號Angela、李二正 8號佳麗Anna的興趣是瑜伽、舞蹈、健身和旅遊 8號的愛好是抗撞音樂、唱歌、跳舞、運動、登山和健康煮食 9號的Angela,她平時的興趣就有鋼琴、小提琴、文化、瑜伽、看書、電影和跳舞 上次給現場掌聲1號至9號的佳麗 成為西邊的人為她們帶來幸福和敵能量 而她的目標就是照著外交事件發展 至於2號的Sarina,她們帶來幸福和敵能量 她們帶來幸福和目標就是透過支持身邊的人 去完成她們的目標 或者在她們失落的時候 鼓勵她們和她們周圍的日帶來正能量 無論她都希望透過不同的努力 去開唱開創不一樣的人生 成就一個完整的自己 接著我們出場的街頭是有3號的Ida曾佩玲 和4號的Potrisa陳竹青 Ida曾佩玲是成為一個堅強而動立的女性 因為她覺得這樣才能讓她的父母感到自豪 至於4號,Matricia她希望成為一名成功的 國地產專業人士和坦白專家 會出健康的生活方式 Challie 接著我們出場的兩位佳麗 準備是5號的Xiaoyu、陳竹青 和六號的Jolie和Cara Shallie的志願 就是希望可以環遊世界 至於六號Jolie的志願症 要帶著陽光的態度 成為更加好的句話 和九號的Angela李怡靜 Anna的志願是想對發展模特兒 或者演藝事業 並且在將來的時間 開始有自己的工作室 至於八號Jessica 她希望支持和看法社會當中的年輕人 用藝術表達出一個健康的內心世界 並且積極提倡新心健康 而九號的Angela她的志願 就是成為一位出色的演員 又或者是同時間一位前介師 好結束